重要的 文化的部分 我們一般在所謂的這個叫鳥看模式 鳥看模式就好像鳥一樣 大概45度角 所以它都在上面 那你要像某一般那個建築物 就是那個建案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攝影機導覽 帶你進去看 就是要用所謂的虛擬觀看模式 虛擬觀看模式 所以你把它按到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有一個東西會跑出來 有一個眼睛會跑出來 有看到嗎 在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 有沒有看到我們眼睛在這邊 眉毛在這裡 這樣看 表示我看這個方向 看這個方向 這樣看這個方向 那這個呢 你稍微注意一下 它本身這裡 有沒有幾個調整的 這個我稱作搖搖頭 左右 這樣有沒有看到下面在動 這個叫點點頭 上下 有沒有 看看上面看看下面 然後呢 這個叫眼睛高度 就是所謂的懸控高度 我這看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們家 有那個 兩樓三樓的 你就可以坐電梯嘛 就這樣 有沒有 油上往下這樣垂直下來 或油下往上上去 這樣了解 那怎麼做動畫 很簡單 在這裡 3D視圖 有沒有一個叫攝影機 我們剛剛輸出都用照相機嘛 攝影機就輸出動畫的 所以他動畫很簡單 有沒有看到一個紅色按鈕 假設 你要看的是 我先把他移到部外好了 我把他移到部外 移到外面來 好 我先從這裡看好了 好從這邊 有沒有 這個是我要的 按下去 他就幫我們記錄一個點了 對不對 好那我再往前 再往前 好 來這裡 好這裡我也要 但是我想要轉個方向 轉過來 好 按一下 有沒有入鏡好了 好在前進 看你要去哪裡 你要破窗而入 你就自己進去 好進來 好進來然後呢 你想要懸空 高度低一點 這樣我可以看到比較低的 或者是你要 點點頭 我就看下面一點 好這裡有藥 入鏡好了 好累 動畫做完 這樣會太簡單嗎 不會太難吧 那麼多久的時間 由他自己計算 那麼你要 你這個地方呢 到底輸出的 尺寸多大 你可以從這邊自己決定 好輸出尺寸 不過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 畢竟是做動畫 如果你是用最高品質 你要 算一下 你剛剛算一張多久 然後 他的 一秒鐘是二十 二十五格 所以你要乘你二十五 假設你動畫是二十五的話 你看我把他按一下開始 在下面這裡 開始 他會告訴你 你總共多少格 這個攝影長度幾秒 那你就知道你大概要輸出多久了 你了解我 如果你用最高品質 確實那個輸出時間 比較長 那如果 你只是一般品質的話 你就可以稍微 把它降低一點 這樣速度 速度會比較快 他做好之後會是一個 我記得是MOV MOV的檔案 那個影片檔 這樣 了解 好 那 所以可能我們今天大致上就只能到這邊 比較不好意思 可能還是有蠻多內容沒有辦法跟各位做介紹 但是呢 我相信各位 經過這樣一個晚上稍微玩一下 有沒有覺得3D很難 沒有對不對 突然覺得好像 這位3D先生還蠻親切的吧 對齁 好 那我們最後呢 麻煩各位 我們右手邊有一個問卷 麻煩你把我們連結 就是那個填寫一下囉 好 畫面還給您